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台湾在世界棒球12强赛夺冠 从日本球频到媒体都高喊台湾城湖 并且大方祝贺 也有日本网友表示台湾队赢了 就像日本队赢了一样的高兴 而另外呢 日本队外野手陈己良界 也回应了台湾投手江国豪的玩笑 除了祝贺台湾 也说会遵守输球承诺 尽管自己国家输了 日本球评人高喊台湾表达祝贺 日本媒体也高度关注 接连报道台湾队凯旋归来等新闻 网友也留言表示恭喜台湾 虽然我们输了 但因为对手是台湾 所以感觉很爽快 无论日本或台湾谁赢了 我们永远都是兄弟 日本队输了我很失望 但台湾队赢了 就像日本队赢了一样高兴 恭喜台湾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台湾队以4比0击败日本队 是一场彻底的胜利 NHK也引用了日本总教练 锦端红河的话 认为台湾是一支很棒的球队 击球阵容也很强大 日本队外野手陈己良界 金牌赚钱才放话 如果输球就改练投手 赛后台湾投手 江国豪开玩笑说 要将手套送给他练习 陈己良界25号在IG回应 正等待您的棒球用品 我会遵守我的承诺 并祝贺台湾赢球 江国豪也转发表示 我们一起加油 互动相当有趣 另外台湾队长陈杰线 赛前也与日本选手 小元海斗交换球棒 小元PO出两人的合照 并祝贺表示 哇实在是太强太帅了 显示台日球员间私下的好交情 星藤也的电视 之前李唐杰安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